到便利商店缴税要付6块钱的手续费 不过今年国税局为了鼓励民众 透过多元管道来缴税 特别自行吸收 从今年开始缴税不需要再负担手续费 国税局为了鼓励民众使用多元缴税 从今年1月1日起 民众到便利商店或使用晶片金融卡缴税 都不收取手续费 至于信用卡缴税 手续费则是是各发卡银行而定 自9901月1号开始 只要您是到便利商店缴税 或者说是利用晶片金融卡缴税 那往年的话是都要索取手续费 可是今年全部由财政部需吸收 所以只要是利用这两种方式缴税 都不用再收取手续费了 今年的报税期限到5月31号为止 来不及缴纳的民众 若金额在2万元以下 在缴管期限后的两日之内 可使用现金、自动贵源机、晶片金融卡 以及信用卡来缴费 如果说超过5月31号 办理申报的观众朋友 原则上我们就已经是属于 预期申报案件 但是今年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每笔金额在2万元以下 然后呢 因为我们国税局规定是 每日两日加征1%的智纳金 那你可以持你的现金 还有缴款书到我们便利商店缴税 可是我这边必须要呼一点 就是说你虽然可以在6月2号之前 到便利商店缴税 可是这部分还是属于预期申报的案件 距离报税截止日期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故意民众提早完成申报 免得预期还得夹缴税纳金 白花冤枉钱 天原点新闻发现台的美会 三重采访报道